受楼市利好政策和股市走低影响 中国广州市的楼市复苏 5月新房成交量创下新高 和去年同期相比猛增了近六成 中国广州新住宅 5月的网上签购面积超过102万平方米 比上个月高出18.5% 创今年新高 二手房交易的登记面积大约51万平方米 也创下16个月以来新高 业内人士表示 中国政府3月出台的楼市利好政策 加上近期股市走低 是楼市回暖的主要原因 成本下降了 贷款的人多了 另外公积金方面 也是推行一个商业贷款加贴息的状况 这个来看 大大推动了很多光需和改善型需求入市 相对来说 楼市的投资风险 没有股票那么厉害 成交量大增的同时 广州市新住宅的平均价格 却连续三个月环比下跌 业内人士指出 由于广州还是中国四个限购城市之一 一旦开放 客户源头有望增加 房价也会再次攀升 特别广阀和成化之下 佛山在最近取消了限购 目前的投资消费和房价的成交是非常活弱的 广阀地区大量的资金流入了佛山地区 由于是